其他消息 連鎖快餐店Burger King 由特許經營商見味保營運的 五間分店結業 老公署接獲員工就獻身求助 五間分店分別位於灣仔、油麻地、尖沙咀、 黃大仙和張溫澳 同樣由特許經營商見味保營運 有市民說早前幫忙的時候 已經察覺有問題 都覺得古怪 為何經常不回收 為何不再回收貨 為何經常持續沒有貨 很長時間 可以說整個月都沒有那幾元貨 只有那幾個包 職工盟說 上個月已經收到員工求助 至今接觸20名員工 包括兩名分店經理 全職和兼職員工 託欠薪金由2000到大概2萬元不等 部分人10月份的人工都未收到 有員工向工會透露 黃大仙和張溫澳分店 9月開始欠租 食材亦都要由收銀機的現金 找數 勞工處說已經接獲部分員工 就欠身事件求助 正是聯絡公司負責人 呼籲受影響員工 進發向勞工處各國勞資關係 科辦事處求助 至於Burger King位於山頂 和機場分店 就由另一間特許經營商營運 照常營業 無線電視機者黃俊賢報導 無線電視機者黃俊賢報導 絕對